你知道王灵的谋算能力有多强吗 注击之时就敢利用幻术法宝 下退原因修为的藤画园 结单时就能游走于一众化神修士之间 还能从拓森手中抢走一只传承 如今来到妖灵之地 更是将姚希雪算计的明明白白 获得天大的机缘 在仙逆援助中 王灵与姚希雪进入一处神秘之地 走上尊龙之路 并在此地发现了一道神奇的符文 王灵猜测这道符文很可能与仙术有关 于是利用静置手法将符文临摹下来 姚希雪也想得到符文 但却不懂静置 只能不让王灵出手破解关卡 两人一边勾心斗角 一边闯尊龙之路 一个月后来到第十二座平台 此地没有封印符文的石像 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石门 王灵与姚希雪来到平台之后 一道白雾从石门内飘散而出 渐渐凝聚成一个人影 此人看了王灵与姚希雪一眼后 冷声说道 主人动腐 若无令牌不得路内 随后看向姚希雪继续说道 你已经来此多次 施展的是当年血军功法 念你是他传承后人 我三次留守 容你施展复活神通 但你却不知好歹 这一次 给我立刻施展复活神通滚开 否则你将再无机会 姚希雪连忙躬身道 前辈与先祖相识 何不枉开一面 这洞府荒废多年 弃之可惜 不如成全晚辈 白雾人影沉默片刻 随后说道 若是能接下三剑不死 才有资格进入洞府 并且询问姚希雪是否和王林一起 姚希雪私存一番 表示与王林一人接下一剑 最后一剑由两人联手接下 白雾人影不再多言 手指随意一点 剑光顿时在指尖凝聚而成 然后看着两人 姚希雪看了王林一眼 准备让其接下第一剑 然而王林却退后一步 指责姚希雪此前信息不实 此地并非之前所说的十八层 分明只有十二层 并且洞阻大门就在这里 眼见王林已经识破 姚希雪也早有预料 当即不慌不忙的说道 王道友 姚某有一句话忘记相告 不过现在说也不晚 进入此地感应了金服烙印 便是获得了入府试炼的资格 一旦获得资格就必须成功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王林脸色阴沉 片刻之后才露出无奈的苦笑 姚希雪却不以为意 继续说道 你若帮我进入洞府 自然没有生命之忧 之前许下的承诺也会一一实现 王林眼神转动 询问姚希雪此处到底是什么地方 眼见已经到了洞府门口 当年血族也是无意从一位妖帝口中得知此事 眼下此处洞府荒废多年 很多神通早已消失 只有这一丝洞府之灵存在 三道剑气只有问鼎修为才能接下 姚希雪此时才将这个信息说出 就是担心王林反悔 不过已经走到这里 王林也想看看洞府内到底有何物 虽说自己只有应变中期 但要接下一道剑气还是可以办到的 有了决断之后 王林走上前来 让洞府之灵出手 说罢就催动魔念 化作黑雾笼罩自身 姚希雪见此满意无比 他早已算好王林无法突破应变后期 即使接下一道剑气也会深受重伤再无威胁 而他正好坐收渔翁之力 因为血族传授的方法 能够让其接下两道剑气不死 如此一来便能达到要求 进入洞府之内 洞府之灵看了被黑雾包裹的王林一眼 二话不说弹出一道金芒 王林低吼一声 全身魔气立刻向指尖凝聚 与金芒相互碰在一起 指尖魔气迅速被金芒消融 并且顺着手指钻入体内 王林好似被一股大力撞击般向后抛去 体内更是有阵阵蓬蓬之声传出 片刻之间就向着平台下方的虚无星空坠下 洞府之灵看了一眼王林消失的方向 缓缓说道 第一道算你破了 接下来是第二道 说着又是一道金光 在其指尖凝聚 这一切丝毫没有出乎姚希雪的预料 他根本不在意王林的生死 在意的只是如何进入洞府 并且在姚希雪的心里 王林的身份与修为 根本就不值得去结交 于是用神石扫了一遍 在四周没有发现王林的存在之后 内心仅存的一丝怀疑也烟消云散 眼见洞府之灵的第二道剑气射来 姚希雪立刻取出大把血色玉符 捏碎之后散出大量血光 将剑气金龙包裹在内 但那剑气却是势如破竹 直接印在了姚希雪胸口 姚希雪顿时面色泛起妖艺的红润 强行压下要喷出的鲜血 随即退后两步看向洞府之灵 见到如此结果 洞府之灵淡淡说道 第二道剑气算你接下 现在是第三道 说着就直接射出第三道金芒 丝毫没有给姚希雪准备时间 虽然刚才的一击已经使姚希雪受伤 但看着射来的第三道剑芒 姚希雪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极为兴奋 因为被王林消耗了第一剑 眼下面对最后一剑 只要将气扛过 就能进入洞府之内 姚希雪深吸口气 双手掐绝迅速变化手印 当金芒临近的瞬间 喷出一大口鲜血 金芒被鲜血淋洒 瞬间发出刺刺的声音 只见一个个血色符文出现 紧紧贴在金芒之上 纠缠片刻之后 金芒瞬间暗淡 血色符文却开始消融 金芒瞬间一冲而出向前奔来 姚希雪立刻停止掐绝 凝聚出一个血色阵法 只听一声闷响传来 血色阵法立刻崩溃 金芒也同样涣散成星点融入体内 姚希雪疯狂地运转先例 与进入体内的金芒交战 洞府之灵看了一眼后 淡淡说道 你与之前那男子若不死 便算获得了进入洞府的资格 姚希雪文言固步的高兴 连忙盘膝坐地 全身心沉浸在体内 以先例压制金芒 就在其体内先例与金芒对抗的最关键时刻 一道残影以极快的速度 从平台之下的虚无星空中射出 这个身影头戴草帽快若闪电 瞬间便来到平台之上 并且没有半点停顿 将姚希雪的储物袋抓走 随后又一直点在姚希雪的眉心 如此变故 让姚希雪震惊故意 想要闪躲却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手指按在眉心 一股摧毁性的力量视如破竹 顺着金脉而过 所过之处金脉寸断 再加上金芒之力同时发难 姚希雪口喷鲜血 整个人被生生抛出三丈 一道灰气在其眉心闪烁 形成生之烙印覆盖全身 姚希雪不顾伤势 死死盯着那道身影 悲愤交加的私生道 只见那道身影缓缓摘下草帽 正是刚才被击落到 虚无星空的王林 姚希雪内心愤恨 同时也震惊不已 根据此前的推测 王林接下第一剑即使没死 也会身受重伤 为何会突然现身 况且刚才早已用神石扫握 根本没有发现有人存在 王林却面色如常 眼下的一切 从发现这里是此地终点之后 便已经开始算计谋划 之所以要散发魔气 也是为了麻痹姚希雪 使其认为已经出了权力 随后借着剑气入体的瞬间 震碎了体内凝聚的仙精 这枚仙精乃是之前 在军营时凝聚而成 为的就是抵抗强大的攻击 剑芒入体之后 大量仙气随之一散 与剑芒相互纠缠 直到彻底消融 随后王林拿出 当年云雀子赠送的草帽 遮掩神石气息 这草帽内蕴含大量静置 除非修为达到了问底 否则断然不会发觉 王林看着被封印的姚希雪 淡淡说道 姚道友 咱们又见面了 气得姚希雪大骂baby 一旁的洞府之灵一动不动 好似一切不存在一般 对于姚希雪的谩骂 王林并不在意 被骂的时候多了 他算老挤 姚希雪见此 连忙威胁道 我父亲血祖 若是知晓此事 你就死定了 即便你是天蕴子的弟子 况且 我来此之前 便已经开启了一粒血魂丹 然而王林听完之后 毫不在意 并且淡淡说道 我为何要杀你 你有血魂丹可以复活 但要使用此丹 应该是以身亡为前提 我也神童封印你全身 你此刻体内先例半点均无 我看你如何去死 姚希雪面色苍白 体内先例被全部封印 经脉更是寸断 本该立刻弃绝身亡 可眉心之上的生之烙印 却总是传出一道道生机覆盖全身 使其形成了一个生与死的循环 变成真正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为了使姚希雪屈服 王林恐吓道 要将其封印在一地 承受千百年的孤独 也就失去了作用 姚希雪文言顿势花容色扁 说到此处 王林不由地想到了 当年在朱雀星 修为被巨魔族老祖 与血域宗主李元峰进回 成为了废人后 落难于一个山寨之上 从而在地下水牢内 发现了那具被封印在那里 不知多少年的女性骸骨 随即默默叹到 世间之势却是都有轮回 随后王林上前几步 来到姚希雪身前 右手直接向其胸口衣襟内摸去 摸索之下 立刻感受到了软玉之润 姚希雪紧咬双唇 眼中露出浓浓的杀鸡和羞辱之色 王林毫不在意 甚至有些享受 因为姚希雪是一个难得的美人 并且其身份也是十分令人心动 堂堂血祖之女 平日李高高在上 今日却是落难在此 王林眼露似笑非笑之色 右手捏了捏姚希雪胸前的软润 收回时拿出了三个储物袋 姚希雪羞愈死 狠狠地盯着王林 自他修道以来 始终保持厨子之身 直至你寿源断绝 不过在这妖灵之地内 五百年已是极限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给你捡五十年 如何 姚希雪沉默片刻 点头答应下来 王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何会如此着急进入这座洞府 姚希雪看向石门前的洞府之灵 淡淡说道 我就是想进去 没有原因 王林目光一寒 双手掐绝打出一道道静置 形成一个静置之圈 接着一把抓住姚希雪 将其封印成一个静置之球 收到储物袋内 随后向着洞府大门走去 那么 王林封印了姚希雪 血祖能否善罢甘休呢 洞府之内到底有何秘密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